马英九总统周六到台中市 为孙丽人将军纪念馆来接扁 马总统是第一位到孙丽人的故居的 中华民国总统 他指出是怀着歉疚的心 来向一代名将致敬 万习孙丽人承担的历史苦难 跟他蒙受的冤屈 马英九总统22号到台中市向上路 孙丽人将军纪念馆接扁 马总统认为孙丽人的部队 在古宁头一翼 为台湾带来卓著的贡献 这场战役让海峡两岸 60年分治的历史格局形成 也让台湾的安全得到很大的保障 他如果连金门都拿不下来 他凭什么打台湾呢 马总统称赞孙丽人将军 治军严民自律慎严 默默受苦从不呛响 当时是风雨飘摇围如雷软 中共要学习台湾 而且对于古宁头很不服气 认为他们轻敌还要再来 但是这么多年来 很少听到他出来呛吓 他出来说什么 他就是默默的承受了 这些历史所带来的一些苦难 马总统特别向孙丽人致歉 由于马总统是第一位访问孙将军 雇宅的中华民国总统 对于孙家人来说 总统一起怀着感恩和歉救的历史谈话 形同对孙丽人的平反 但是马总统是以个人身份发表谈话 孙丽人遭软禁的历史 至今没有得到政府正式的官方的平反 民事新闻 台中报道